上次讲的是阅读员民 上次有多少朋友上次来过的 一小半啊 没关系 都可以单独听啊 我这个不是连续去 上次讲的那个是我研究生期间做的一个作业 应该属于研究员民入门级的课程 这次做的这个比作业要严肃 这个是07年吧 就是现在外面卖一本书叫做原理以建议 还是建议原理啊 我不太记得是一本合集 是那个会基本都是现在中国最一线的这个 研究原理和设计的优秀建议师 带着我一个小孩 这个是做给他们做报告的东西 应该算是一个进阶的 所以这两个如果能连续听呢 大致你们知道 如果你想涉入这个 就涉猎这个领域要做什么 上次讲的 那这次是如果你想再接下来做一部要做的事 所以上次讲的也比较趣味性强 这次我海报里面就已经说了 一定要先睡好觉 文字会比较多 先讲几个相关的事 一个是学问 咱们念书都叫做学问 学问呢 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字 首先是学 然后是问 这个我在华中曾经已经痛骂过几个同学了 因为就是在我的印象里 我最近一次参加考试就是 很多年前啊 考研究生的时候 考北大 当时是六道问答题 选其中五道做大 基本上问法都是 请问 你对现代建筑的看法 都很大的问题 然后包括 试分析 各特建筑与文艺术师建筑的区别 等等啊 谈谈你对阿尔巴尔特的看法 都是这种 在那之后 我几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 但是 跑到广州来 在华中 在美院 在华中都做讲座 可能下个星期还会去广东奖 然后 同学们很好学 但是 我也因为这个好学 又一次 经常收到考卷 就是 不管是短信还是邮件 经常有 有同学都来考你的 请问你对路易斯康的看法 然后 以及 试分一些 文艺复兴建筑与巴洛克建筑的区别啊 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逼要这么多年 为何现在 老人收到考题啊 这问题在哪呢 就是 在问 就是在我的理解里 问不应该是出于无知 而是出于你已知 所以基本在我会跟 跟 跟我 我老是费的 就是教导我们这位 行业里的高手 在讨论的问题的时候 我绝不会去问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如果一件事 只至于你不知道 你去问 那么 所有人不知道的人 都该问 为什么 人家来回答你 相反 我可能 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最清楚的 你才知道 该问什么 所以不要出于无知的 去 去 太心理的体验 而 争取在你认为 你已经知道的 这个 问题里面 如果你还能提出问题 这个才是 才是你有可能进步的 那么在学问下面 其实有 有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 知识还是理论 所以因为 不知问的问题 你只能得到知识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你可以去百度上 Google一下 这个 你想要知道一件 原本不知道的事 实在是太不容易 但其实它也很难 是因为 你Google一下 你能得到非常多的答案 那理论是干什么呢 是教你如何识别答案 以及把答案干掉 因为对于一个问题来讲 一旦你 你认为 就是有句话 叫招奔道 吸死可以啊 所以基本上你 你认为自己知道 这件事对你来说 就结束了 第二个问题是 模仿还是独立 现在都在讲 要培育创新型的人才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对这个那么痛心疾首 可能是因为 就是 我之前会因为 兴趣做很多 跟建筑有关的阅读和思考 然后后来 后来 有些朋友会告诉 哎 你这个东西是研究啊 我还挺高兴 后来 你以研究的角度 真的想抱点客气 让你会发现 根据那个评价 就是 你做的这些事 天不落 我内外 这个预遇 哪像空白啊 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我发现我做的事 都是保掉牙的事 那么 创新是 我不大会做的 这样 我会 我 我会 骂我的师弟 或者 或者同学 你想要和别人不同 很容易啊 你现在把铺子脱了出去跑一圈 你就与生不同啊 创新不代表好 也不代表不好 当然 接下来的事更让人绝望 是你 光是屁股跑回来以后 你上网去查一下 你绝不是第一个 光是屁股要有好的 你发现仍然不可能创新啊 那么 会认为自己创新的人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你是这个时代 历史上 为数不多的那几个人之一 你必须天赋一顶 并且牺牲掉非常多的东西 你 带着人类往前走一步啊 否则就只能是因为孤落法 你认为你做的事 没有别人做过 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做 那么相反 模仿是一个 所有的学习 都可以叫模仿 模仿一个老师 你们去模仿大师你做 这个是我在进我们师门的时候 我师傅 这是我师傅组迷干 这是我 他给我提的第一个要求 那时候我只懂古剑 在师傅开了 然后他跟我说 正义你要戒掉大工作 其实当时我一直都太理解这件事 为什么要让我戒掉我 实际上最擅长的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除了大目课 因为我从中学就开始读哲学 然后 谈行而上别的东西 结果我师傅跟我说 你要把行而上也戒掉 你不许等我哲学来说给你 这个其实 戒掉这两个以后 基本上我就发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叫做文件 叫做诗语状态 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一件事 然后师傅给我留了个作业 就是 你记得他上次来了 就是我做 月路月灵的那个作业 做了几个月 然后我就觉得 诶 元灵我好像 开始露门了 然后就开始到时候谈元灵 我师傅有一天突然跟我说 张义你把元灵给我戒掉 你必须再跟他说话 当然我 我永远是这个回答 我试试看吧 我师傅形容我是 就是 他觉得我作为学生还不错 是因为 他的描述是这样的 那地上有一条 身不见底的勾 你让他马上跳上去 跳下去 他说张义马上就会 满腹狐疑地跳下去 这是做做学生的两个 比较重要的特质 一个是你要跳下去 你要信任你的老师 因为在你不懂的时候 你不可能理解他 为什么让你做这些事 再一个你要满腹狐疑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判断 只是在学习的时候 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判断 放在第一位 然后当我把 当我开始已经习惯把 把把这个 一旦我发现 哎好像是能我 我已经有点擅长他 并且经常谈论他的时候 会有意识把他借掉 去做点别的事 就是他突然 所以老师这一点好啊 他永远会告诉你 做一些你自己意识不到 该做的事 就是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 我这张永远 你以前研究五件 是很有问题的 任何形式下的技术 我但是没讲过 中国古件啊 我讲的基本就是 目桌基础 都有和形式上的 选择技术 我觉得你有时间 应该研究一下 大工作形式上的问题 你还记得吗 之前突然我借掉大工作 借掉形式上 突然有一天 他让你研究大工作 形式上的问题 哎 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实际上在借掉那些 你擅长的东西的时候 你已经学会了学习 所以永远不要用 你最强的那条水来走路 就在学习的时候 用最弱的那条水 在你逃命的时候 或者活命的时候 再用你强的那一步 那么 我之前说的 我得到的这个教导 叫做禁欲 对吧 你一直希望说一件事 其实出于你讨论它 学习它的欲望 但克制欲望 其实是有好处的 所以这是我师父的一个观点 因为西方的性崇拜 和中国的生殖崇拜 听起来很像的 在本质上的过程是 中国的禁欲 恰恰是为了生殖 那这个说出来 可能有点生儿不疑的 没有没有十八岁以下的 十八岁以下的 自觉的理想 今天应该会有 会有一些十八岁以下的不疑的 一般这样 会增加调房对吧 为什么 限制级的会增加调房 禁欲恰恰是为了生殖 所以在你 借掉自己擅长东西的同时 你开始生发出更多 原本没有 然后以下是我会做研究 这些前提实际上是 是拿来进阶用的 它不只是 你作为一个学生的本分 就有一些是 如果在座的朋友 就是哪些 有朝一日想成为学者的话 要记住以下的两个故事 第一则是 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 楚人有涉疆者 其箭自周中坠于水 聚弃其周 就是克那个传 曰事无见之所从坠 从其所弃者露水求之 周一行以而见不清 大家知道这个吧 楚剑若是不亦获惑 你知道这是什么 克流求剑 但是我建议的 在相对第一阶 一开始进阶的时候 这时候做研究 应该以克流求剑的态度 来做学问 它说是什么呢 克流求剑这个故事 其实写得到隋经眼 和一个人 剑掉水里了 那个正在滑水 他在船上 刻了一刀 然后你还在找那把剑 但是对于找他那把剑 他这肯定是没办法 但是在我们做学问的初期 实际上对于学问的原始积累远远不够 这个时候对我来说 往往不是搞清楚一个问题 而是借着一个问题 诱惑你去搞清楚 你原本能搞清楚的问题 也像我之前 基本上没有人给我留作业 不管是古剑 行人上 还是直到园林的时候 才被留作业 那么一直是一个 课抽求剑的状态 你画的一道的好处 其实是你在中上刻的那一道就是诱惑 你从那儿往下面去捞 你可能捞到你真正想找的那把剑 但是你一定会得到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当你已经以课抽求剑的方式 捞到大堆剑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注意第二个故事 宋人有庚者 田中有渡 兔走处出 折景而死 碎事不齐累而守处 寄处则处 这这什么故事吧 守处待处 这个时候 研究的状态就会比较开心了 因为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相当于你 守处待处的过程是 你 中了一堆水 当然 他为什么感觉起来比较虚劲 因为他只有一棵树 对吧 这时候你打成处的状态方面 是不太可能的 就像一纸扇上一件事 你去图书馆看书吧 一定多数都是看不懂的书 但是前面我讲课周秋千 当你积累越来越多 你种一片铃子之后 这时候你坐在那等着图子撞上去 就是一件比较靠谱的事 所以在那时候 可能才开始涉猎 你专业以外的相关的问题 来充实你的专业 所以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我一直不大赞同学们 以过于宽广的视角 因为现在视角宽广太容易了 就是 其实互联网是一个 让我讨厌的东西 它误了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 那么 在那个时候 大家记得刷上课的那一下 这是为了干什么呢 是为了收拾你的视角 让你足够专注的去 去从事于一项研究 那么接下来 当你积累比较多的时候 实际上这事儿都变得很愉快 你坐在那树边 比较睡觉 一觉醒来 发现有一半树里 它就有一只图子 就把它们解决下去 所以 我基本现在还是在 课车求卷的状态 那我的船上已经课了很多个道 那么 我不知道在我有个生命之间 有没有可能进入 守护代处的境界 希望 希望大家 有些人能进入这种状态 那么 学习就不再需要那么坚持 就会是一件 那么 原本这个 就是 我说的就是 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压力 但是不要有压力 每个人的这个专长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讲的这些做的研究 基本上花了 连做PPT 花了可能大概十天的时间 就原本在那个会上给我订个提示 就是因为我之前做了那个作业 也希望讲上市给你讲阅读园林的那种 但是想到那年是 那年是 就是 崇晋先生 但是多少周年 然后 应该不太记得 算一下吧 那个是个纪念识 然后我就想 需要有一个人 专门做一个研究 来纪念给他的同学先生 后来几位老师 研究了一下 诶 张艺这个小孩记性还不错 让他干嘛 当时我很苦难 为什么记性不错 就要我办这件事 那么 在我接到通知 到要在会上讲 其实就只有 只有两周的时间 然后我必要求 提前几天做出来 给老师审计一下 所以今天这个做了所有的东西 大概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是 所以上一次讲的东西是 你如何读 三四本书 实际上上次是以 两三本书为基础读的 这次我讲的是 怎么在短时间内 读几十本书 同时读 而且都是金读 那先讲讲 彭俊先生的向南原理 这大家都知道这本书 已经脱销很久了 现在诗篇上 好像不太容易买到 但是 我觉得是中国 要研究中国原理的一本 不可能被跨过的著作 而且是 应该是现在最系统的一本 在有史以来 也不会 低于前三分 但是这就是我的观点 那么 首先我做的一件事是 我找到彭俊先生 写原文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著述 那么最早的一篇是 1935年的中国原理 这个是一篇文章 然后满洲原也是一篇 专门研究 就是 其实就着正上了 研究着正原的文章 江南原理治 是三七年 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间格非常短 江南原理治 这本书 基本上就来自中国原理 是中国原理的 阔写版 而且多数的这个 我后面会讲了 多数的论述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作为大家分范的 或者讲为什么论述一样的事 大家分范 时与结晨 就再往后 大家可以看到 中天格的这段时间 其实没有出文章 但是同学已经没有停下来 紧接着从七零面太 又开始 就是以三四年 为一个单元的目标开始出 江南原理 中国原理对东西方的影响 这个都是过程的这个文章 然后到苏州原理 才成了一篇非常细统的 所以同学先生的原理理论 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 这两个话 中国原理和江南原理制 是他早期的原理研究的代表 那么到他的晚期 就是苏州原理 东南原数的很多论述 实际上也和苏州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同学先生 穷的地生之力 大致写的是两本非常好的书 就是他搞到 让人 让现在的学者 像我们一般写篇文文 对吧 要混一篇硕士文文 一两个礼拜 弄出五六万字来 有的还弄出十万多字来 在做检法 真正比起来 你能在一辈子写多少 不是废话的话 有句话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说我活的就像一句废话 就比起同学做的工作 日务部 我经常会觉得我活的就像一句废话 然后这些 这个是同学先生 在江南原理寺里面 写的文献举掠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量 基本上 怎么讲 这个已经是 一个中国古台文化的大中了 最经典的文字都在 这些都是同学先生 墨金读的基础文献 那么灰色的是我没 我没读过的 当时没读过的 现在有些应该就画回来了 标的颜色的 就这个黑色和红色的 是我在这个研究里面 着手读过的时候 就在大概 其实不到时间 还花了三天做PUT 应该是七天多的 主要的时间 我读了这些 那个 这三本是我之前读过的 其他的之前都没有精读过 这三本是我之前做那个 阅读院里的作业里 我精读过 所以它不算在 不完全算在这个工作量里面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这三本书的认识 几乎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跟你们说 我讲东西千万不要记 我讲的一定是错的 你假如说 真到明年后年我再讲这个 有很多东西可能就不一样 那么 就实际上 有几本书也是 彤俊先生选出来的认为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原野以外 中国几乎没有 实际上是没有 古代的写 写造原的专论 但是并不意味着 在文献里面缺失这些东西 彤俊先生阅读了一生 他给出的这本 几本 写原 连里面写的叫集中的书 除了继承的原野 这不用说了 这本书实际上是 到明末的时候 就实传了 后来 找到了残本 非常的残 最终是在日本 找到了一个更全的本 在日本不叫原野 叫夺天空 我现在一直在 在那个 联络日本那边的朋友 希望他们就弄一份夺天空来 看日本是怎么解读这个 其他的 比较主要 比如鬼心杂志 这个是一个 就是 宋代的 笔记 就是写的特别有意思 我这里不多讲了 之前我也说了 之所以定在七点 这个大家不习惯的时间 是因为 我每次备课的时候 都是一个小时左右 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讲 都会讲三到四个小时 大家不要紧张 就是我讲哪算了 想走的随时可以走了 我争取坚持到我们的讲完 这也就意味着 其实我的课里 基本上就 有 有 有两到三个小时 都是废话 我们可以放松一下 那么 立邦偶级就是 咸清偶级 今天也会有很多 这个鲤鱼的 这是鲤鱼写的 它叫鲤立邦嘛 浮生六级 这个是沈父的 今天我会 带大家 精读一块沈父写的圆明 无影禅院 那么鲤鱼写 那么鲤鱼写 这是青年 这个潜泳的笔记里 记了好多这个文人有趣的事 在这几本文人笔记里面 讲圆明的这个内容比较多 而且非常地核心 后面咱们都会看到 但这些呢 其实他说 都如断景乌云 不成系统 实际上都是散在 写的很多古代的 八卦的故事里面 都有一些圆明的 而且在这里面 除了鲤立邦 就是鲤鱼是真通奇迹之人 就是这里面 只有鲤鱼是真正造园的 其他就是 实际上除了继承和鲤鱼以外 这里其他写原名的人 多数是评论家 而不是造园家 都是那些人 都是只是一个爱好来论一下 但是本身可能缺乏这个经验 这个是佟俊先生 当时在 在做这个原理研究的时候 一个历史文献的技术 就在他做大量的阅读以后 实际上发现 只有这两本书的作者 是真的是造园家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相对来讲 也比较出门的状况 那么江南元林志的 这本书的目录的结构 是这样的 它会写一个作者的原序 那么原序主要讲的是 设计表达 究竟是画图 还是拍照片 还是该用文字 那么文献群 其实就是文献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看了 那个大量的文献群 而且佟俊先生 从里面还删掉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 不太方便列出来的书 比如说 中国研究原理都一定要 金儒会研究的 一个小说叫做《进兴梅》呀 但是这个 我在前一个小说里面 是有参考文献 做这个准备的 其实如果你想要 从文学里面学习原理 那一定要读《进兴梅》 但我上中学的时候 如果说青春期的时候 熟读经济没 从来也没从里面 看到原理 我实在是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睁开那只眼睛 不意味着你拿着书 就得到了书里的东西 你要睁开那只 能看得到东西的眼睛 才行 看你睁哪只眼睛 接下来讲造园 造园的内容 总是议论 是他在写 他的原理的这个理论 假山 其实这个可能 大家看会有点奇怪 假山在造 虽然不在造园里 其实在中国原理里面 堆山是一个 非常独立的 重要的这个部分 就是在 在日本原理里 其实也是一脉相成 所以 甚至日本人造园 不叫造园 叫做制石 就放置的是 石头的石 他们认为 马放石头 本身就是造园 大家想想图山水 今天我们就叫图山水 严格离考据为 所以我画红色的是 今天我会着重讲的内容 黑色的可能一带而过 那么历史严格加上 主要是考据 那么现况是客观概述 就基本上你描述一个 你看到的东西 尽量不在感情和个人观点的色彩 那像杂志 杂志其实记一些杂志 这个其实也是考据 但是我对它的总结是 复述议论 什么叫复述 就是说实际上 你以你的方式 重新讲述一件事 你讲述的事 当然不是你的观点 但这件事 要表达你的观点 这个是复述 与考据最大的差别 所以对彭俊先生的这个 他在讲复述的时候 通常他是在表达观点 讲一个故事 来表达他想说的事 但在考据 为了尽可能避免 因为各种观点 导致的这个考据的 不详实的地方 所以彭俊先生 经常会对一个观点 会同时考证出 两到三种截然不同的 这个结论来 这个是 这个是考据里面的必要 因为实际上 大家现在还会 就是抱有追求真理的这个 有多少同学 抱有追求真理的梦想 你觉得什么 没有人敢举手 还是大家都 大家都做得这么好 来 有一个同学举手 这是没问题的 追求真理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指望得到真理 这个 就会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 状态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人 只要你是人 你一定会有 视角 但是视角是什么 是一个角度 不管多大 只有有视角 你才能看到东西 但也是因为有视角 一定有你看不到的东西 这是人的一个特征 所以通常来讲 多数的学者 不管他嘴上说 还是心里想 会放弃找到真理的这个目的 而继续执行追求真理的这个行为 那么到哪天你 那句话是应该撒过来说 张文道悉死可以 但你没有那一天 只要知道你死的那一天 你得到这个对比来说 它才是结局 那么最根本的有一个判定就是 想证实一些事和证理一些事 其实对一个有不够严重能力的人来说 应该是一样的 就只要它是一组 都合理的这个可能性 你想证实它和证为它 其实你都能收集到无数多的材料 但是这个行为 我们再去读一读抗格的二约对法 那么隋缘考 其实就是以考据为主 就之前他也专门出了隋缘的这个文章 那么之后有一些图 图当然是客观概述了 但后面我会讲到他有一幅图 实际上并不客观 就画了什么东西也不必客观 那么我会把考据概述和严格给略调 是因为这几个就是说的事实 尽可能还原的事实 那么事实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我在这儿挣了大家的时间 我会所重讲这几个事 议论 彭聚先生议论几乎都是后期勃发 就一两句话 以至于在我第一次读江南阅明志的时候 觉得这本书入门的有点不像话 太入门了 我曾经认为这是一本科普教材 直到这次机会 才让我知道这个 如果基础不够的话 不可能读这个书 那么补述 基于底本 后面我会讲 就有一些东西是 他在中国历史的文献里面看到 应该有没有的 然后通过他的研究给补上去 那么体验 这个是 这个是在书里缺乏的 就上次我想阅读圆明的时候也讲到 其实对阅读来讲 最缺的东西是体验 他会把自己的体验补进来 文献复述 所有的处数一定是选择性的处数 所以你要通过历史的事件 表达你的一个观点 你一定是选择历史的事件中 支持你的观点的这个事 那么历史的事件有一种 通过你直接的概述和议论 所没有的这个雄见 是不是太不能讲了 我讲的部分都觉得有点乱 我尽量提高音量 让你别睡着了 然后再接下来评论 是你以一个标准来评论 所有评论一定是有标准的 一旦你在做评论的时候 不要说这个标准很丰富啊 那一下就变成了屁话 他像你要度量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能比不出来一个 一个短跑运动员 跟一个跳高的谁更好啊 是因为他不基于一个标准 不要比 但已经淡了不要比 一定在某一个标准之下 那么设计 其实设计师 其实偶尝这个哲股 是因为设计 貌似没有一个同意的标准 有很多设计师 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 来逃避自己将受到的这个评判 其实起码应该是 自己想干的事 可以用问题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做成的这个成果 而不要基于成果 再重新来勾划自己 就是想办法 所以指哪打哪是高手的吧 打哪指哪就是 不形容的太好听了 基本问题基本是基于 这个是 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 知识和理论 或者说知识和智慧的最大的差别 就如果你想通过读书 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话 你就只读一本书就够了 这本书一定是那个作者 只抱着十一种观点 如果你再读一本同样强大的书 你恐怕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吧 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牛人 他们做事的方法 根本不一样 你该听谁了 所以这也是智慧跟信仰的一个 很重要的区别 你一定会遭遇 对比较同样熊练的这个理论 他们谁活不懂 那么智慧就在于 你能从这个中间提升自己 所以真正的学习 并不是你解答了问题 而是说 你能知道原本 原本你认为自己有知道的事 你突然会变得很不确定 那么在作者元序里面 那种盖要讲了这么几件事 比如记录原则和方法 那么后面可以看到 那种盖要里面讲完这些事 比如说 这个 手工艺的诗传 这个确实是 大家都在 尤其做 所谓中士 所谓中士 这两个字 所谓中士 原林的这个 工艺都很恶心 后面我会讲 我其实很想找到一个老师 本应动物团的 我不知道 我真问个动物团管理人 你把我当完自身定义 原职解释 后面我会讲 叙事大小的 这个就是 造元三境界 我也会讲 这些后面都会讲 我这个PDA考虑里面 我们就一个一个给你们做 我会讲到一个PDA考虑里面 我们都走了 然后 这造元的盖要 后面 甲山的盖要 主要 我们可以看到 四个 一个是 鲤鱼 蝶山 张丹岳蝶山 张丹岳蝶山比较有益山 比较靠后 你们忍一忍 葛玉良 还有施子林 认为是泥山蝶的 我们会发现 他们几个 蝶的山 现在在 在中国还都有 基本都集中在 苏州 扬州一带 那么 这个鲤鱼的 在北京据说也有 但是我实在找不到是哪坡 没看见好东西 甲山还有一些差别 我后面会讲 画棚我都会讲 那么 杂志里面 我可能在这盖数两个 我就不多说了 杂志讲的 主要是古代的八卦 那么 比如说 无尽 大官员里的奖 看见山 你知道 《红楼梦》里面 大官员刚刚盖好的时候 《甲冻甲寿》 大家一帮 拍马剧 还有《甲宝玉》 在园子里面逛 然后 里面讲到 《开人见善》 通常这个 这个术语 在我们小学做完里 是广泛应用的 现在还用吗 我小学做完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三段式 就是如果你 题目以后 开篇第一段 就是说 比如说 题目是我的爷爷 第一句话是 我的爷爷是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人 然后 袁老师会告诉我们 这种写法 开门见山 非常的明确 就是好像 你一开始 就把你要表达的表达出来 这是错的 原本能的含义是什么呢 你能猜得到 开门见山 虽然开门就建了一座山 那山是干嘛的呢 山不是给你看的 山是要挡住这个园子里 原本有可能 开门全都给你看完整的 后面会讲到一览 一览无余的这个忌讳 在中国原理 所以开门见山的意义 恰恰跟小学做完里的这个术语的 讲解是反的 开门见山意味着你 你从一进圆子起 这园里的东西就看不见 而且有很多东西从你 逛完了出来 你可能都看不见 那么 城市三年后面会讲 有一个就是 斗巧诗园的这个例子 也体现了统俊先生 一些微妙的这个变化 他讲到一个这个 就是故事 尼赞 他知道尼赞 尼云林是一个绘画 名手啊 他请朋友到家去示范 但是就是古代文人爱干一些 就是别人想不到的事 请问下个人嘛 然后他就把 他后花园的一个河塘 养了就是数十株 非常棒的河花 然后他把后花园的这个 就是河塘里的水给抽光了 然后这些河花 就每个都种在你的一个水缸里 他因为没有水 河花就落在你的缸里面了 等他朋友来的时候 看见他后面一堆缸 慕名其妙进去吃饭 他吃饭的时候 他家的那个佣人 把水都给放回来 他知道水都一涨 河花就飘去了 又变成河塘 一顿饭工具出来一堂 河头下了一堂 哎 你这居然后边 怎么从拿铁站 变成了河塘月色啊 那么 佟玉先生 在 在在三十五年的 中国约理这个文章里面 提到 这个例子 把它作为一个 中国约理一个 非常棒的例子 来讲 但是到三十七年的 江南月明之里面 提到了相同的例子 他讲到 这里面为了过分的计较 已经丧失了圆明 一些本来该有的这个 意趣 所以在这里能看到 其实 一些所谓创新 以及革新自己的东西 其实应该发生在极微妙的 很具体的这个地方 首先讲讲 从头开始 讲讲 里面讲的一些问题 这里可能比较散 后面我也会想到 为什么问题会这么散 因为这里面 后面藏着一个极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影响 这是我自己画的 我事是 东京先生说的 所以你发现原林内 基本上原林里的事 就是 跟这个 繁体字的原字 是一回事 对吧 你 原林都会有一份围墙 外会有一块 然后这个 这个土字像什么 大家像中国古代 台湘市的物价 就很像木构结构 这像个房子 这叫大坨二坨 这个叫做朱鲁鲁 中间会有一堂水 南边吱吱压压的 会有一些山呀树 基本上有这几个 一个原林就 齐了 这是童俊先生讲的 对原林布局概述的 但是实际上 有一特别逗的事是 我曾经 我曾经 那个 那个 查了说写字 尔雅 字林 腾西字典 基本我能找到的 这个查古文的工具书 都查了 完全没有这个解释 这是童俊先生 杜撰的能让他杜撰的 非常的好 这个上次跟我讲 我在这不多说 接下来呢 是一些古足的工作 就像我刚才说过 在历代的这个 各种文献里面 会概述 江南越林的问题 而在他这里面 他会 摆一些里面 缺失的东西给补回来 比如说江南越林志的造原理 你曾经提到 如庭 字一注其有三角 方形 梅花 五角 六角八角十字 就各种各样的形态 分裂了一遍 它都没展开 对吧 这是我说为主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 这个对中国古代原理 稳献的阅读量的话 你来读江南越林志 几乎就是白读 他已经只讲了一什么呢 就是可能 朗等啊 燕子的 朗等 不畏极 仿 但仿就确实是在 现在原理里建的 比如说颐和园里面有识法 在 在 诗的园里面也有识法 主证的园里面也有 那么这是在园里面 看得到 但是几乎刷免了 所有的这个 直接写给您的这个理论里面 是都没有 所以他补上这个 这个 现在电脑里面 能够打鼓的东西吧 所以如果没有 系统的阅读 这个基础的前提下 大家来看江南越林志 基本就是一股平高 你只能看得到 一些缺失的东西 但是真该有的 你恐怕永远看不到 他说行与周累 他开始行与周累 其他的都不细讲 注于水边 就是你盖了水边 往往一步高起 有若楼船 为原能最富 兴趣之见度物 或成为科 一约不细动 就是这个船你不用细在水边 因为是石头的 他就只讲了这一个 所以江南越林志 不大适合入门的时候 它是一本进阶的这个 比较高级的读 再有比方说 就是过有平地陷于广霞 用重抬别管之法 近随盘读 实际上 他这个读的是什么呢 他直接针对的就是原野里面 有楼阁鸡 讲到楼阁鸡 讲什么 楼阁之鸡 依次序定在天堂之后 何不立半山半水之间 有二层三层之双 下落 往上市楼 山半米为平屋 这讲什么 屋顶花园对吧 你底下盖一个房子 然后上面盖半 底下房子的这个屋顶 就是上面那个小房子的院 对吧 实际上只是因为 在所有原野地基的 其他的这个建筑的形式 实际上都比较普通 而只有楼是 在设计上有变化的 所以佟先生的提问 就只把这个着重 起来提 然后给了一个 那个时候能找到的实例 比如沈傅所说的 完成王世远 就是这个例子 所以在读知道 这些前提的时候 在读这个 一定会非常的莫名其妙 就是你莫名其妙 已经说明你入门了 所以一开始读的时候 我甚至不觉得莫名其妙 这就是一个很傻的事儿 然后接下来 所以所有真正 就在原理里面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语言 他绝不不提 所以他绝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去付出一些 已经被说得很清楚的事儿 他认为 当然这个是这个书 对大家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他默认你应该已经看过了 比如说在原野里面 对象地 象地里面有六种地 山林地 江湖 江湖地 村庄地 郊野地 城市地 傍宅地 是六种 莫不可为原 都可以做 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他基本就是在 把原野里面 象地 先给引了 引完以后 用最简单的话把它引完 这事儿就完了 它不再展开 紧接着是 建有因山为 就是 莫不可以为原 原建于平地者多 这是一个现状 那么 也是因为建于平地者多 所以 以山地 因山为原的 因为它的 起伏 伏转折 后面我会讲到转折 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造原的 就更为有趣 所以它实际上就只把 地形又重新 因为在 在这几种地 只是形容的位置 对吧 山林 江湖 村庄 郊野 城市 傍宅 都实际上从远 渐渐地到我们 居住近的地方 但是原野里面 并没有根据地形来划分 所以它在这里面 打了另外一个固定 就是说 我们除了要考虑它的位置 还要考虑它的地形 如范城大的 这个原 李立宫的这个 云居山 那么 这个原梅随原里面 就这几个里面 都是 因身为原的例子 你去看这个王子 这句话也说完了 所以 这本书写得那么薄啊 但是 这个几乎是我见到的 当代人写 应该算当代人 县当代人 写中国传统问题的 最后的一本书 那么 实际上这种事呢 就到处都有 比如说 就打固定 这个固定 鲁鱼也打过 鲁鱼在 在 公共特首啊 基本上还用这个图风啊 过去是 文人特别爱用这个 它讲 如原也所宰出事 但如一亿 但须则其至稳极见的位置 这回自己看 我会考虑一段PT 所以我 不都念了 它指的是 呃 继承主要讨论的是 砖可以继承什么样的花样 但鲁鱼谈的是 你在里面选择的时候 尽可能选 它结构比较结实 否则的话 这墙非常容易找 其实同一种行为 那接下来谈谈 补足体验的部分 江南园林多白笋墙 真是咱们现在去江南 看园林的话 也能看到这个 事实吧 几乎这个园墙 就都是白的 但是所以一家言 指的就是咸清偶记 这个是文人的一个习惯 基本上他会 把各种雅号拿出来说 就是 同学生很少说咸清偶记 前面看的 《立功偶记》 《咸清偶记》 以及一家言 这个都是鲁鱼的那本 叫《咸清偶记》 《一家言》 以及《立功偶记》 都会有好几个名 中国人也是 好多个名字 《红楼梦》 扬州画广路 所载的虎皮墙 这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这些文章里面 写的 跟原理有关的 确实它的 外围墙 都是古皮墙 而且写的 也都是江南原理 但是 在现在来讲 基本都是白墙 这个是体验 这个基本 不是用文献 对出来的 是你去江南走一圈 他发现 跟文献记载的 古代的状况 会有所不同 所以他会把这事说出来 古皮墙 将各带着多见 我们可以看到 《清偶原言》里面提到 《凡原之为墙》 多于板柱 或于石器 对吧 《咸清偶记》里面讲到 《莫妙于乱石》 这一场 讲的都是古皮墙 这个 现在已经不常见了 再有 就包括 他讲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 《《原野仙偶记》 这些书里面提到 这个 就这就是漏砖墙了 但是 这是一砖器的 虽然它是斜的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砖不住 那么 基本都是在讨论这个花样 很少有讨论 侧面厚度的 那么 同学现在加了一个 他的这个补述 就是说 我们除了要注视 它正面的花样 实际上它侧面的深度 才是增加表现力的一个 最重要的这个 这个要素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在哪儿 这是在苏州的《易谱》 《易谱》 是我在苏州 最喜欢的园子 就是 它甚至远远超过 刘物园 往事件 这执政园更用心了 反而 不太容易找 大家去找到 那个 大概 昌门一带 就是 去打听吧 有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 《易谱》 而且里面 门票几天 都不知道在哪儿 过去五块钱 现在我不知道 涨到十块了没有 尽量在中午去啊 早上去 会有好多老太太在那儿 大声地聊天 非常杀风景 因为 要中得那么饿了就饱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易谱的 就是所有这种漏砖墙 基本上其他的 如果是木格的话 你会发现 基本都是正柜里面的 高个八九百分 现在的这个创高 差不太多 是正柜里面的正面 那么 所有这种漏砖墙 都会高 基本期间高 就是一米 就是在一米五六左右 才在下面 就是实际上是 看了曾经先生论述 我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 之前有学生们 我也比较含糊 就是因为 就是当他和你正平的时候 你不见得能看到 他侧面的深度 对了 你一定会走到正面 那只有他在高的上 你当你个儿没有那么高 你一定能看到 他的这个厚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种 这种花墙 他侧面的厚度 基本都是 他远远会比正面的 这个表现力要强 光影的变化 以及他会把外面井子 打得更碎 其实为什么要打碎 有上一幅讲的 再有呢 就基本上 原野里 以及 《前经偶记》 《佛生六记》里面 都会讲到各种墙的类型 有虎皮墙 白粉墙 所有这些 那么 从来没讲过 两种墙是怎么交接的 所以他在这儿 又打了一个补定 就是粉墙有石忽断 这是粉墙 这个在我原 而叠石成壁 蓄之 令人惊叹其 意象之奇 基本上 我后面会讲 墙为什么总是跟 甲山出现在一起 张兰元的这个 口诀里面 就是 《辽宜等元》 意义意象 这个段元就是这个墙 它会让那个 甲山的山势更大 那么再有一些呢 其实是 这个比较逗吧 我们先看它的论述 它讲的是 刘元 狮子林的铺地 参用鹤 鹿 鹿 鱼 诸行 这些都是比较具象的 亦有精者 什么意思 也有做得不错的 颜外质地 是什么样的 做的都比较恶心 那这个判断不是他给的 这个判断是继承给的 继承在原野的铺地 给鹅子林的 他讲的是 石子一铺云 不长走处 大小贱气者家 恐一将之不能也 这指大小贱气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就是大家 多数可能没有工地经验 我曾经遭遇过一个 特别悲惨的事 就是在清水贵馆的那个后盖 等施入一块 当时是想出砖 有石子 把砖和调石混气 这样的话 它其实是花的 就是这个地位 会比较有趣 当然让工人气 工人说 工人大致马了一下 正齐极了 就调石 然后一坨钻 然后调石一坨的 那种实在受不了了 人家说 你能不能胡来 那工人很不高兴 说我们不会都不来 说你才不来 这玩意怎么办啊 然后工人也说 你能不能给我们摆个样子 那好像要摆这个 就是这个横掌那个鞋 开一个小路 然后用那个砖 就把那两块石头 中间给砌了 明白这意思吗 工人说明白了 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 一顿饭功夫回来 工人时候干的非常满意 整条路都铺完了 就是那个图样的那个 不断的累加 我个天哪 当时你也不能让它拆了 后来换了一波工人 才把那个鞋给改了 这个实际上 通常在纸面上做设计的人 会认为你弄一个随机的 所谓自由的乱门 是一个很容易的事 但是你真的去白打 基本上人都是很有规律的 后面彤俊先生会讲到 真正有智商的人 就是做那些 不太有规律的事 说你要想把鞋工具码的整齐 三岁小孩入会 他以此来证明 中国人的决定 比西方人的决定 要强一百倍 后面还有更随的 就是 所以他说 大小见弃者家 就是胡来往回来 但是呢 恐降之不能也 就是 他知道 继承恐怕也遭遇过这个工人 不太会做一个随机的东西 他说 或砖或瓦 嵌成 朱锦 游戈 朱锦什么呀 就是实际上是编织的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编织很少 编织这个很具象的东西来 对吧 有些大家知道编旗子 编这个 编麻蛋 基本上都是 稍微有一点花样就可以了 说如嵌 鹤鹿 石球 这后面形容的非常损 游泪 狗者可笑 基本上你想做那些东西 就是 有一块 有种划骨 成粉类权 所以在原野里面 其实是非常反对 在出地里面 做巨象 尤其是动物 做植物都不太好 做动物 那么 中国原理是三六年写的 大家知道 其实是比三七年的江南原理是早了一年 在说这事的时候怎么说呢 说不过 若将图案做成低针的鱼路连克行便又禁俗 大家知道这个观点从哪来的了 但如果对比一下一年之后和所写的东西可以看到非常微妙的变化 而其他的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刚才所讲的大家风范 他绝不会用 他绝不会像我讲座一样 对吧 一个小时贝德克会堆三个小时的水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变化 那么 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浮躁 但你真的研究起来 当时我实在是太佩服了 因为如果他不是把行文写的 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此如此相信的话 对于我来讲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找到他对这个观点的这个变化 其实是非常难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 实际上你真的要想在几百字里面把一个事说清楚 其实远远它的难度超过你 超过你写一篇十万字不知所云的论文 所以通常来讲 一旦论文字多了 恐怕不是你说不完事 恐怕是你实在是没如何说的 要把东西盖上 所以你们也知道 我想做的水平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我尽量把这个课为变成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原因里面多数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紧嘛 就是它都是有编织的 当然这个最详细的理论是一个 是一个德国人叫做森佩尔在建设四小宿里面提到的 这里面我不说 这个就是鹤对吧 实际上这个鹤还好 因为它比较舒展 我在卓正园里面真是见过一个鹿 气得真像狗 但是当时我一直是没有 当时我没有 就是张老师的这个 就是要讲课的这个准备啊 所以那个我觉得它会脏了我的镜头 就没拍 但是现在真是不会啊 下次我要去 再去留言 我一定要找到哪条鹤把他拍下来 放进这些PPT里面 所以前面讲的是他打的鼓钉啊 就这是我当时的有一个感想 就是故先兄之志 就这个是江南原民志啊 于无国原民诸里论 很抱歉啊 我读这单 佟先生也是用文言 就基本上我从小学中学读文言 就是搞研究应该 就是所有的国家的这个做研究 研究跟自己文化有关的人 这个人都是一定会懂本土的这个古语的啊 比如基本记忆记忆的都会 都懂阿丁文 很少有人自称说 哎我是一个英国的知识分子 我不懂阿丁文 对吧 所以懂英文不叫有文化 所以一定要有古语 就是实际上有很多东西 哎简体字和现代汉语 干掉了很多 大家只要认识就该知道的东西 但是因为有简体字 也都不知道 我又在对手上回到正题 那么它像什么呢 我讲的是沙江和葛玉良的这个胡识的关系 需要如果再翻一下 它有点沙江和砖的关系 那在我国的历史文献里面 讲原来的东西 其实散了像一块一块的砖 彭先生没打算再烧一块砖 但他有更大的影响 他希望可以获一堆沙江 然后用那个沙江 重新把这些原本应该组织起来的砖 再组织起来 这是为什么前面几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论述 几乎是支离破碎的在内部上 但是当我们把江南原林志 扔进这一堆书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原本那一堆书 讲原来的内容 原本支离破碎的内容 会因为江南原林志的论述 成为一个非常细数的 完整的论述 所以就是我后面讲的是 那么如果我们单看江南原林志 顾不成书 它不像一本书是人 但是把江南原林志放在历史文献 是大方所可顾盼勾代 这个是对山的一个术语 是数十百书竟成一书语 所以它是一个让书中之书 那么它讲到中国原林的尴尬 这个是咱们现在都碰到过 所以基本上这个书 在它那个时代 这已经算创新了吧 因为过去的原林里面 没有讲到过的一些问题 其实到现在 仍然是有效的 比如造原之义 你随其他国粹见规淘汰 还能觉得很郁闷 自水泥推广 现在对吧 这事儿 而出地叠山 十多甲道 说自玻璃普及 而轮花柳叶不入庄转 这事儿都有啊 自公园风行 而宅戏空庭 占直草地 现在咱们设计基本都是这样 过去文人如果是 房子之间和墙之间 都有一块地的话 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事儿 咱会可能花一辈子 经营这一块地 而最典型的是苏州的半员 所有东西都是一半的 但是那半员 现在已经变成一会所 不让人进去 我上上次去苏州的时候 试图翻墙进去 被人发现 可推出了 有兴趣的 可以去那消费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攒多钱 但是现在基本上咱们 带房子 然后有围墙 有空地干嘛 在土壤画圈儿 就来 代表数 比较数责任的 会在圈儿中间点一个点 不负责任的 点都不点 暂值草地 加以市政公正 地产增值 交通日散 都是现在的事儿 对吧 哎呀 是变异景 它基本上 这个时代变了 基本上文人喜欢东西 你不要说文人喜欢东西 但文人东西都没有 但是文人缘还有什么希望 但其实还是有希望的 我后面会讲讲希望的 但是在这儿讲了很多绝望的事儿 文窗 墙原出地 原也图世甚多 数百年来 移归见改 讲什么呀 现在人已经不研究 那些东西了 已经不懂 这个这么多年的智慧了 今夕相政 繁智悬殊 见有一二相同者 余多继承所弃也 就是现在人造园里面干的事儿 都是过去的大家 打死都不想干的 就怎么挑的这么准 就是你随便干的事儿 都是人家讨厌的事儿 其实也不太容易 街巢呢还有什么 然圆中之建筑 美因此偏重局势外观 讲什么呀 过去是文人造园 对吧 现在是建筑师造园 建筑师 比较讨厌的地方在哪儿呢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好像不是建筑师 建筑师比较讨厌的地方在哪儿呢 他不管那么多 他会照着过去园林的样子 或者绘画的样子来做这些事儿 就是照图学样 对吧 会导致什么呢 高额无梯 就你的楼很高 那是没有梯子 对吧 你要保证这个西场 但实际上这个 后来同学先生 改了这个核定 因为文人有很多也是这么干的 那么或者有梯而不太方便 你怕此街尝试其他驱桥如蓝 就如果按照规算的话 你基本有桥 你起码应该有1.05的这个护栏 但是我们在园林里很少见到 然后这个禁币久回 当时龙先生还 当时在大概 三六年七八年 大概是四十年以后 龙先生完全改了这个口令 他认为这些是中国园林的地区 但是你如果真是 外国人来看的话 你一个廊子是个交通 对吧 西方的廊子叫狗 中国的哲狼 就你真的要是想上厕所的话 恐怕就会尿不住了 但是中国文人 不会都那么尿急 那么忽视安全 接触化一面 有以致影 再有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儿 也很绝望 就是说你 过去文人都是有钱 有匠人帮忙的 匠人手艺都很好 现在已经没有手艺的密说了 你不要说造园了 你正盖着房子 跟工人师傅 致不起那个气 但是后来我发现 多数是因为设计师 都能 其实工人多数还不错 他能把东西弄得特别整齐 然后你自己都 都弄不乱的东西 你希望工人能弄乱 所以刚才我不应该听听他们 所以全体会由主人来规范 而实际操作 则为山将子人 但这些人呢 他不认字 所以圆林的理论 虽然缺失的多 但起码圆林是文人做的 文人整天干嘛 以写字为生的 但是这些技术工人 他们不写字 当他们没有传人的时候 这事儿就很讨厌 接着一件事儿 是我要念给大家听的 睡觉朋友可以 起来听一下这句话 苏州圆林讲的不可忘记 他在这些之前写了战乱 因为战乱有很多中国圆林被毁了 特别痛恨八国联军 外国侵略者 但紧接着一个更让人憎恨的东西出现 不可忘记 除了暴力侵扰之外 也有微量的和平力量 促使人们忽视已处于危险状态中的 中国古典园林的升金 这也就是正在迅速成为 当代中国时尚的西方风景建筑学 就是在座大家学的 所以其实我 我非常痛恨的一件事儿是 就是有很多 就是在风景建筑学背景里面 学出来的人 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理所应当的 认为自己就懂中国的原理 但它完全是两码事 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甚至一起来 都应该是不同的 那么 完全来自不同的传统 不同的操作机制 不同的价值标准 后边我会给大家看一句同女圈 骂人骂得非常狠的 就基本上意思是 如果以中国文人造原的标准来看 西方原理他们都是畜生 但是他说的比我较为压 后边难会看到那句话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 童林先生想到的原理表达的事儿 这也挺逗的 他想到 现在呢 基本上都画平面 对吧 咱们做设计都画平面 但是呢 中国的原理 实际上 并不基于测量 西方原理是需要在度量精确 但中国原理精确的 远远不是这个赤身 而是关系他 这个我也不多讲 不过约列赤身 在原排让 不拘逆于法事 而富有生机于弹性 非必横溢神墨也 这事儿其实不是 童林先生开始说的 自古就有 中国造原的几乎很少画图 基本上是不画图的 那个鲤鱼就讲到 心智人所未见 就是你要做的 所有事儿 都是预测未来 都是人没见过的东西 既屡屡言之 一难尽强 就是你老的叨叨叨叨说 其实也说不清楚 事必会图作样 这好像是说 你必须得画图 然 图有所能会图 不能会图 就你有能画心的 有跟不该画的东西 接下来的事儿 应该是 大家注意的 能会图 不能会图 有十之九 能会有不过十之一 看到这比率了 给大家想一笑话 我知道 有德国的一个 我不点名是哪个学校的 其实我也忘了 是哪个学校的 我知道一定会点个名的 他们来学习中国的原理 去了一个园子 叫做刘园 刘园在东园和西园之间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老 就是这个区哲吉了 德国人深深的痴迷于 那个哲狼的哲 于是他们决定 用西方风景 风景建筑学的这个 其实先叫做景观建筑学的 这个手段来记录一下这个刀 他们先画了一个平面 然后意识到这个狼呢 其实是有意识高差的 而且狼本身的高度 也是不标准的 西方的那个风景叫什么 叫Sky-Sup 对吧 基本上你会有一Sky-S 然后你让它up 所以它基本上标高 会得到整形 他们通知这个东西 它就是 碰面变化很大 的一个数据 他们决定做一件 德国人非常喜欢做的事 叫做连续断面 就开始你隔一段 找有变化的 你切一刀 大家知道这东西吧 然后他们就在那 蛋糕了一个多一百 就在做那连续断面 当他们把连续断面 做完了 排在一起的时候 发现他们从里面 什么都得不到 灰都漏了 就回去了 所以这个是 我所知道的 西方景观建筑学里面 对中国原因 干的最傻的一件事 但是也恰恰比于 中国原因 不能被这个所 不能被西方的方式所不良 他有的时候会被认为 西方做货的东西 其实这事非常可笑 因为中国的饺子 基本上你们快的吃 合适 西方人喜欢用叉子 去扎个肉 但他们用叉子 来吃饺子的时候 把饺子馅扎肉 他们并没有觉得 是叉子有问题 觉得这个饺子很落货 其实我很想跟他们 吼一句 你还不知道中国有 灌汤包呢 烫了脸 所以这个是前面 我想多数的这个 这个平面图啊 恐怕是客观技术 但是这张 大家认识这是哪儿 这是狮子林 中间这一堆 就有很多同学会点草 其实我 我从上 上大一开始 错语头文点草这件 基本上我会在草地里面 写两部草地 老师会给我个集额 非常照顾 但在这点的不是草 是蝶石 我们可以看到 他表达了最基本的 这个陆境关系 但在大多数的时候 这个不是任何西方 警官建立学的这个 平面图 或者总平 能够表达得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你一旦希望把它给划进去 它反而会离现实越远 但相反 当你给它流出这个 含糊的余地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 你真的熟悉 施子林的这个 就那一圈假身啊 就是 传说是泥棧 泥棧做的 你会一眼都认出来 这个是 所以 你说 看了这个 你相信中国的这个造物 是对这张体面做一个设计吗 哎 看它大观点觉得还不错 虽然现在因为这个 一个现在的这个成见 会觉得 哎 这很中国嘛 是一个好东西 你不知道这个 是什么原子的时候 你敢不敢说 这是个好东西 比如说这是不是好东西 跟这张画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面会讲到 当你们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张南原子 做原子的 应该就会惭愧 那么 张南原文字里面讲到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人来讲 用文字来描述一个原子 几乎是记录一个原文 最好的方式 讲了什么呢 自以文书以来 既原理者 除赵之璧平山旁图字 有人 抢过画符 李斗的扬州画广路等书外 多重的字而不图画 近人见有设有介绍 而独少研究原理之平面固执着 咱们看看中国古代的文人 是怎么对待原子的 他讲了一个 这个是旅言从画里的 这本书我就不研究原理 你也可以看了 讲了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的 这个怪语 他讲了 吴诗林 癖好原品 就是喜欢原理啊 但我也喜欢原理啊 但是造原子是一很贵的事 他没钱 而加齐品 他比一般人还负 未能够住 没钱盖 于是呢 他用什么方式造原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什么呢 吴氏原记 他知道执意是什么吗 吴氏原就是没有这个原 是没有这个 他的原就叫吴氏原 没这个原 颇有这个桃花原记 小原妇的这个风格 他一哥们 姓江给他提了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篇文章里面 反而真实的原原理 开始变得固执一体了 因为他实际上他更接近理想啊 哪知心意为行义 连耳即去画饼人 他说什么 你这事不就是画饼充饥吗 对吧 他知道这故事啊 饿得不行画画张饼 你这想造原子 写篇文章 还叫吴氏原记 然后中间这两个完全被了对账 后面讲到子孙翻得长相守 卖向人间不值钱 这讲什么 将来你家儿孙在翻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以非常宝贵的财富 你想卖去卖出去 这个非常突出的显示了当今 中国原理理论的现状啊 其实理论基本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后世的徒子徒孙拿出来 会当成宝贝 现在大家都知道 原理的这个不光原理 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卖不上价 我可能快出书了 出的也都是教材 世边就是这样 然后 对这个 钱永投我还见过钱人 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 对吧 还有人干过什么 写了乌有元 他说乌有人吗 乌有就是乌有啊 都是某了差不多 他叫无事缘迹对吧 那个有乌有有有心缘 对吧 不在这儿有的意缘 就是意缘嘛 对吧 叫简емон 是刘牙也 中国文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用文字即可造人 所以实际上 从文字了解这些 可以了解的非常多 咱们来看看张南元是怎么造人的 这讲 我不能念 大家讲一下 基本上说这个人 大家知道这是梅村家藏稿 所以可能出版的书你们找不着 大家知道我们梅村吧 他干了几件比较好的事 他资助了 一些 艺术家和文学家 现在有一本书叫《红楼梦》 过去是禁书 基本上是他们家的藏宝 这几乎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文艺赞助人 张南元 多数的生平 也是梅村记录的 两个人是很好的 你知道张南元吗 中国古代造源几乎是 就是不是第一大家 也是 并列第一大家 并列第一者 也许是葛玉良 那么说他很牛 这方面特别牛 然后他 他干活那时候做设计是怎么样呢 他先把一堆石头 堆在院里 润石林地 然后绕上那个走 记住每块石头 基本是怎么回事 然后找一哥们进入屋 就把他看着刀片 扯淡了 扯淡了一会儿突然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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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怪了一个工人师 过来 进来 说某石下 某树下某石可置某树 他说那块石你给我搁了呢 然后人就去哪儿搁了 然后搁完以后 就真正这个施工结束以后 他出去一看 就你用吊关来量一下 发现 分毫不差 这个是中国文 你们想象一下 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好多人 就是在做这个所谓 中式园年 拿一张符 就是 你会把水和这个石头 画的 就是画的 去这个外观的颤抖 就是中式的把画一个亭子 放块打一个叉 不打叉 就是西方的平亭 打叉 就是中德的四角亭 有多么可笑 实际上 中国文人这么造元 他当时 抢手到什么程度 他已经是非常高产了 葛玉良是那种 就是经骄系组的 就是 做一个原子很慢 张南元就是 同时 他有四个儿子 都是项目主持 他同时 可能在在江浙一带 能开十几个工地 同时在施工 然后他都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就是张南元 出自他手 不一定是他出自他手 只要是在他控制之下 就基本上也 我大概能认出了一些 即便是同时那么多工地 基本上他还是干不过来 大家知道造元 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就出过这种事 文成家墙网里面 就是写的 他正在控制一个工地 然后突然 更有尸体加的 那个加金就破门而入 冲进那个工地现场 就把他抬走了 抬到自己家去 然后 那个老大在那儿 不好意思 你请来 你能给我造个原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把你会 没有人把我抬走了 别指望 那你能不能让我抬走 你能不能让我抬走